大唐中后期 帝国日益衰微 翻阵割剧 天下困乱 这次下山 一是奉师父之命 取离其略人头 二是除掉非裔帮贼子 精进来 他们自认为是 守护天下的剑像 其实 只不过是朝廷的爪牙而已 鱼儿已经上钩了 精进 他选钩到底是怎么死 延续到底是谁杀的 为什么每次都要对我 杀 反正割剧有罪 难道你们朝廷腐朽 就无措吗 既然你们不教规矩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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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